IKEA内湖店终于开幕咯 超可爱的莎莎包 现代的毛巾和衣服 还有内湖店限定版的冰果牛排跟冰淇淋 几超度质的莎莎给你一起用餐 今天就跟着刘丁尤爸 一起开箱IKEA内湖店吧 GoGo 影片开始前先帮我检查一下 是否已经按下右下角的红色订阅键 并且打开小铃铛 同时订阅追踪按赞我的每个平台 今天这部影片有抽奖 有看到最后哦 我们出发吧 2021年4月28号 IKEA在内湖终于有新家咯 早上10点半开幕前 已经拍了长长的人红咯 贴心的工作人员也送上开幕糖果 开幕愉快 跟着前面的步伐往内冲了 不过在门口 迎接我们的是谁呢 哇 是可爱的莎莎跟猪猪耶 哈喽你好 哇 这太热闹了 开幕第一天就感受到 IKEA员工满满的活力 前面IKEA的员工在欢迎大家 哈哈 哇 太可爱了 原本以为拍手欢迎的仪式 只有在一楼跟二楼 没有想到走上三楼 居然也是有满满的IKEA员工 站在入口处 等着我们 迎接我们 并且热烈地欢迎我们 IKEA内湖馆是从三楼开始逛起的 但是在入口处 天哪 大家抢成一团 是什么呢 就是IKEA内湖店开幕的限量毛巾 还有衣服哦 你看 这个衣服的设计就是上面有条码跟logo 然后毛巾的部分也是有分白色跟黄色 上面也是有条码跟logo 就是他们这次的限量商品哦 接下来迎接我的就是超级可爱又明亮的小房间 而IKEA内湖馆占地面积大约6200平 整个空间的感觉相当的宽广 所以逛起来非常的舒服 内湖店在展场设计上面呢 非常非常的酷哦 你看我现在后面这一间 它现在呢就是把这个房子的屏数呢 告诉你说7.5平你可以怎么布置 就是像这个样子 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阳台哦 超碰的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7.5平呢它都已经把你规划好了 可以就是做这样的设计之外呢 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阳台的这个样品哦 这个房间 我们去阳台那边看一下吧 哦就是用很多这种木头 然后呢还有这个地板 还有一些植物 盆栽这样子的一个摆饰的空间 营造出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感觉 你看要是有自己的这个小阳台的话 我们家猫咪就会躺在上面这边晒太阳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可以让狗狗啊猫咪睡觉了 而IKEA内湖店这次在展示间设计的概念上 是以台北市寸土寸金作为设计的主轴 在有限的空间之内 打造出一个温馨甜蜜的家 这个神秘的拉铁后面是什么呢 看一下 好温馨的感觉哦 家具也是按照不同的类别来做区分 同时开幕期间 还有满额免运费的活动哦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你看它的那个就是指示方向 看起来像不像是捷运图 有没有一站一站一站的 它就告诉你说什么家具在哪边这样子 然后另外它有像这种 你看它把这个复合式金银的概念带进来 就是你如何要去布置 假设是一个花店跟咖啡厅 就可以像这个样子哦 它帮你把它摆释出来了 透过主题性的展示方法真的非常聪明 不但让人生力其境 还让人感受到IKEA在布置上面的用心 也许是因为空间大的关系 你会发现同样的商品用不同的颜色 或者是重复排列的方式 就会有它不同的美 IKEA其实是非常爱护地球的 你看它很多的商品啊 它都是用这种竹子的材质去做的 跟着一间又一间主题式的展示间往前走 你会发现IKEA巧妙地将新商品 还有旧商品做一个完美的融合 哇这间也太可爱了吧 由于IKEA内壶店是旧屋翻新 所以在灯光的选择上面 都是使用LED灯泡 不但更省电还可以将商品衬托得更明亮哦 你看看这个大器的商品成立方式 真的看了非常的舒服哦 接下来来到了IKEA最经典的沙沙区 还有玩偶玩具区 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商品 是在第一天就被抢购一空的 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 乐高跟IKEA合作的这个置物盒 盖子打开之后里面是可以放东西的 而上面是可以放另外两个小的盒子 这次柳定有爸很幸运的抢到了一组 所以要来给你们抽奖哦 逛完了三楼 接下来往二楼迈进 就是传说中的鲨鱼餐厅啦 哇你看这空中有满满的沙沙 可以陪着我们用餐耶 真的超级可爱的 餐点的部分在内壶店 有限定版的丁谷牛排 同时还有大家最想吃的沙沙包 还有新口味烤鸭胸哦 当然也少不了经典的瑞典肉丸 还有这整锅的淡菜耶 今天就点一个24盎司的丁谷牛排来尝看看吧 哇你看这个份量超大 除了新口味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菜色可以选择 像是虾子 意大利面 花椰菜 还有千层面 披萨 以及最经典的炸鸡翅 还有很多其他的菜哦 而其中最受瞩目的 就是这个芝麻沙沙包啦 这个芝麻沙沙包 简直就是IKEA内壶店的超级大明星 你看每一只鲨鱼的造型非常的可爱 而每一个人来呢 都是一次拿好多汁呢 饮料区的部分也是做一个圆形吧台的造型 可以自行取用 接下来就准备开动咯 耶 接下来要把这个沙沙包吃掉了 真的很可爱耶 这真的超舍不得把它吃的耶 但是呢 我还是要把它吃掉 好吃 用餐完毕之后 一定要到厕所去洗手哦 他们的给水系统是全自动的 而纸巾也是感应式自动的 最让我惊喜的是 他们烘干手的机器居然是Dyson的 而且风力超强的哦 马上就干了 用餐完毕继续往前逛 二楼除了还有许多的家室用品 还有灯饰区 一盏又一盏不同的造型灯 将这一层楼打造得美轮美奂 过了灯饰区就来到了相框区还有园艺区 就代表整个二楼要接近尾声咯 带着满足的心情 我们往结账区出发吧 花艺这边逛完之后呢 再往前走呢 就是结账区跟自动的那个仓储区 IKEA内湖店整个的动线 其实是非常的流畅的 然后呢 有很多就是 只有内湖店才有的一些特色餐点 我觉得真的是蛮值得来逛的 下来一楼之后呢 它这边其实就是美食区啦 你看这边旁边有这个美食小站 然后呢 在旁边这边呢 就是大润发的仙石集 里面有卖非常多吃的东西 所以你逛完IKEA之后呢 你可以最后最后再来一楼这边呢 再来就是买一些吃的东西这样子 这个是内湖限定的哦 登登登 这个就是内湖限定版的 荔枝玫瑰护盆子双麒麟哦 尝开看 很清爽的感觉 在一楼 也有全台第一家 由雀巢跟星巴克合作的 星巴克家想咖啡体验馆 在里面可以买得到 胶囊咖啡机还有咖啡豆哦 谢谢IKEA内湖店的进驻 相信有你的加持 我们的生活 一定会更加的完整 更加的美好 今天这期影片要抽奖的奖品 就是乐高跟IKEA合作的 小型之物盒 另外 还有一个IKEA的帆布袋 抽奖的办法是订阅留定有霸的频道 并且按赞本支影片 同时在下方留言区写下 这是IKEA的哪一间店 我就会从里面抽出幸运儿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留言 同时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并且订阅追踪按赞我的每个平台 留定有霸频道 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Bye